将其解放军飞弹掠过台湾上空 人在台北的CNN记者难掩激动 担心中国将变本加厉欺负台湾 全球外媒高度关注台海局势 美联社记者亲自到基隆观察 发现民众虽然照常游泳捕鱼 却多少担心经济受影响 另外俄罗斯持续力挺大陆军演 痛皮就是佩洛西挑起紧张局势 美国专家认为拜登近期长松口会协防台湾 这种修改战略模糊的做法确实伴随风险 东协会议也秀出浓浓火腰味 大陆外长王毅拒绝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演说时 中文外长则刻意离席 公开表达不满 DV的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